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是第一个体验 那第二个要划船捞海菜 我们有环保船 四艘环保船 我们船是有长帮的 双臂的 不会晒到太阳 而且可以捞海菜 海菜又可以带回家 那个海菜是酒拱跟鲍鱼的食物 我们称它为日本寒天 它教员蛋白非常高 它是健康的食品 那第三个体验呢 我们要钓鱼 我们有自己做的环保钓杆 这个钓杆整支钓杆都是 晦气回溯材利用的一些材料 比如说竹子的尾巴 我们就把它捡起来 本来丢掉的东西 把它捡起来 我们绳子都自己绑的 鱼钩都自己绑的 而且那个壶球 是用泡棉 像这种泡棉做的 所以 一支 那个钓杆都是环保的钓杆 就是环保的钓杆 那第四个体验呢 我们有烤柯 我们每一桌都有限量的盘柯 我们会点上木炭 有烤柱架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烤柯 那顺便将 你刚才摸的温度 就可以一起烤 这是我们 等一下 那个 四个体验 那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边的那个 荒州修行园的一些建筑特色 我们这边有八种建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